Hello 大家好 又到星期三晚的沈大師講投資 上個星期三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轉捩點 不過可惜就是我們這裡要裝修D100這邊 變成做不到的節目 其實那天剛剛是騰訊出業績 我記得再之前那一集已經跟大家講過 騰訊你等它業績出那天 公佈前有貨就要走 沒有貨就可以考慮做淡倉 當然這個節目裡面 因為是講投資不是講投機 沒有特別跟大家說去做淡倉 但是都是在不同的媒體 一些渦輪節目有線那些 或者在這裡也告訴大家 騰訊業績出完就要沽 就會沽 我記得上一集兩個禮拜前 在第二部分 即是收費節目那裡 也跟大家講過關於騰訊的東西 還有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回我們上一季 頭兩集 免費試聽的那兩集節目 我特意拿著騰訊業績的分析 來跟大家分享 究竟為何我要看淡騰訊 到今時今日的人仍然覺得沒問題 通街有很多借口說 給自己一個是skills 說騰訊沒問題 怎樣好 有這麼大盈利又有七成增長的公司 為何要看淡 你要記住 他跟去年比是七成的 但是你現在的估值是炒得多高 我經常都說 PE代表你對於將來的預期 去年的業績不重要了 因為他出第二季的時間 2017年第二季和2016年比較 已經有七成的增長 第三季都是接近七成的增長 其實當時的股價 就已經反映了這個預期 你還炒到470多 你不止預期有七成的增長這麼簡單 要不就是整體在第四季拉高了盈利 去到不止這個數字 或者你會覺得 在2018年的增長 是再有五成的增長 那你才值得去470多元 如果你要買完再升 就要去2019年 也有四五成的增長 你只看第四季和第三季比 是倒退的 實質收益是倒退的 在網上遊戲上倒退的 即是告訴你 你期望2018年的盈利 一定做不到一個增長 或者高的增長 現在第一季肯定出事了 第一季的業績 因為為什麼呢 我相信網絡遊戲的收益 繼續持續會減少 加上他沒有分拆的那些盈利貢獻 他的盈利整體是要倒退的 這樣的情況之下 怎麼值五六十倍PE呢 所以他現在跌下來四百元 是合理的 都還是貴 都還是貴 詳情看回我之前分析的思維 另外你可以上Facebook 找回沈大師港投資的專頁 那裡我放了一些數字的comparison 的比較 給大家看看 為什麼我看騰訊 是要穿四百元 當然落到多少 就要看他跟著下去的問題的發酵 但是你眾目所見 外面 大部分人都還覺得四百元邊的騰訊是值得買 你看到很多的分析員 股評人都說沒有問題 竟然有人說我的方法去計騰訊是雞蛋裡挑骨頭 不是吧 這些是正統的基本分析裡面的比較 其中一個比較你是看到的一樣東西 就是那個盈利的增長 是開始有一個趨勢 那個趨勢不是一季 是連續兩季 出現了一個放慢和沒有 增長動力的那個趨勢出來的 你說除非未來一兩季 突然間有些亮點出來 爆出來就沒得說了 這個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你只是這樣預視趨勢 加上市場的 行為反應 其實你是看到 那個增長是真的差不多是見頂的 出來之後 第一下很多人就覺得 我顧騰訊死定了 因為出來的公佈就是 Bomberg打出來 他的盈利收入 勝預期 那我就要問第一句 這個預期是怎樣來的 不過我不用想 因為這個預期 是估低了 我不敢說他是刻意估低 但是總之是估低了 因為價格去到470元來公佈業績 你的預期不止 Bomberg打出來說那個市場預期 已經是給他實際的業績 再over的了 那就是說我不怕 這下 第二 其實當日已經出現了 就是好業績見光死 平保為什麼要早 騰訊一天公佈業績呢 因為平保的業績漂亮 跟著平保在ADR 夾高3元 香港一開高3元 跟著做了那個 指數上去31800 樓上 全世界在說一件事 破位 這個是很好的教材 又一次告訴你 所謂的破位 不是真破位 是假突破 破百多點 已經是打挪打鼓 以為又破新高又是破好 等於最近有人challenge我 人民幣又破頂 破頂多少點子呀 升得多少呀 我們現在是說一個大浪的轉角呀 你不破上去又怎麽 蓋回頭呢 恒指不破31800 就怎麽下跌得這麽深呢 破31800去到31900多 這下升就是為跌來準備呀 破位就是這樣 所以破位不是真真 一定是直上的 這個大家要明白了 騰訊我就不說那麽多了 詳細的分析 你看回我在Facebook 放上去的那些 騰訊的資料分析的帖子 那個post那裏 你可以明白的 如果不明白在那裏再問我 我再回答大家 總之我只是 這裏仍然維持在上一季的說法 就是12月的時候的說法 騰訊的估值過高 騰訊的增長會放慢 騰訊的手遊已經沒有辦法再維持到季度季度的正增長 季度季度季度的正增長 所以在這個估值裏面 是不值 加上 它是 整年的數字是靠分拆 中安、逆任、 月民那些 來到它頂的 實際那個核心業務已經不能夠高增長了 如果純計核心業務 季和季比只是1.8%的增長 這樣怎會值五、六十倍PE 你明年的業績 即2018年的業績 就會以2017年的基數 如果2018年第1、2季 相比在2018年第1、2季 相比在2017年的這三季比較 它做不到40%的增長 它的價值就要跌 如果只是10%以下的增長 它的PE只是值30倍 你想一下 30倍PE 300元 我也不知道穿不穿 可能要穿不穿 這個就是 實際的情況 而且第1季一定拆不了東西 這個就是騰訊 好了 騰訊的跌 當然還有很多因素 稍後再說 我們先買一下告白 沈大師說投資 同樣 遲早有說 這個節目 有一半會付出給YouTube 另外一半會付給我們一些贊助的客戶 我們每一季就有13集 收450元 如果要參加 或者支持我們節目的 你可以去D100多聰明 網上 營購 又或者去地鐵站上環 地鐵的E2出口 在大堂裏面的E2出口的位置 有間D100專門店登記 不過再提多一次 因為過往有很多 朋友很支持我們 但是投訴是說 給了錢聽不到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給了錢之後 預算三至四個工作天 讓我們的同事 輸入了 送了密碼給你 收到你們的名單 這樣你就可以聽到 除了直播之外 網上重溫都可以在這裏聽 還有今季我加了料 有一節叫做大師投資教室 很簡單 將一些基礎的理論教大家 由錢入心 希望逐步令到教學相長 我經常的宗旨都是 做節目不是為了給了號碼 給了貼士那麼簡單 我給你中 OK 但是不是每次都會中 最重要的就是 你自己在投資市場 都要有自己的靈魂和思考 我們要教你們怎樣去分析 怎樣判別 市場的虛假虛偽 或者 無知的分析 老實 有時候有一個笑話都很好笑 當如果全世界的人都瘋了 而只有你是正常的話 你以為你被人認為你是瘋了還是正常 我 會跟大家說 無論是這幾個月 早幾個月前 升到幾癲都好 你是要逆步逆吹 投資者 在那一刻是要警覺 是要減榜 不是躺身去買貨 到今天 大家會看到一個遭遇 就是說 跟隨大市隨波逐流去買貨 或者叫你買貨的人 現在面對的環境應該怎麼處理 你這麼聰明你跟我說 我一月叫你買貨 二月走不及不要緊 再反彈上去告訴你 市場是見頂走貨的 那個就聰明了 因為 升他就吃到盡 走他就趕得遲 但如果到今時今日都告訴你 市場短期弱一點 但是趁低級也無所謂 長線持有也無所謂 叫你繼續拿著貨不要沽 不要走 或者有低位再買貨的那些 那你就看下個月怎麼走 市場太多就是很短視看短線的東西 其實我教大家的一個部署 這個部署 就是一個大的周期的改變 而這個周期的改變就是關鍵在於 你落了搭去買重貨 還是不落搭 拿著現金等 因為這個就牽涉到 未來十年那個財富大轉移的部署 叫大家拿著現金一股不留 在眼前一刻 在一月會被人笑 說你這樣都不夠膽搏 沒用 二月登月下來都說你不夠膽 不如不要投資 就是不投資 這些環境怎麼投資 不能隨時投資 大環境變成了 到了今時今日 那群應該沒什麼聲音出的了 不過彈兩日 可能又會出聲 給你一個簡單的圖看看 我們看看下一幅 似不似 右邊那幅似不似是左邊那幅的放大了 沒有後面那一部分 我告訴你 左邊那幅 就是97年那個 牛市 轉入股災熊市的過程 是怎樣 這些跌浪 在那一刻的轉變 其實跟這次很像 做了一個頂 急插下來 反彈很厲害 再上再下 做了第二級的頂 就是一個雙頂 之後 插穿了頸線 就是粗的那條紅色線 就下得很急 是不是很像呢 現在還沒走完 還沒穿 大家不知道 但是如果當市面穿了29,800 穿了29,100 那整個圖形就 Exactly 完完全全就是97年的圖形 當然了 我們只是分析 圖形是意義不大 因為圖可以重複 可以未必 但是中間我們最重要就是分析那個過程 在97年 做完頂位之後 下來的第一層 就是剛剛 亞洲金融風暴 辣著了 就突然間出現恐慌急跌 但是跌完彈上來 大家覺得沒事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 就是說我們有偉大的祖國 偉大的祖國 未來的發展 增長 很好 所以我們港股 很多人這樣說的 不是我說的 就不會像外圍 亞洲金融風暴 怕都不用怕 不需要理會 外圍就差一點 我們沒有問題 那又怎樣 衝進去買 那一刻不買就浪費了 你看看 從低位彈回幾千點上來 你不買就浪費了 誰知一追完第一個頂 跌下來 我不要緊的 再捱住 一又衝一下 給你 但是在那一刻 是指數這樣做 很多股票已經撐不住 殺了下來了 這次又是 扯 2月那刻 撐下來 是害怕的 升得多 跌 很正常 撐下去 29,200 是不是 彈回上31,800 彈了3000點 大師不斷叫人不要買 你看看 這些機會不衝進去買 騰賞四百零多元 四百元一串 你不買 去到四百七十多 都是這樣說的 基本因素沒有問題 數據也好 經濟也好 業績也好 是不是 加息那些加少少 沒有問題 不敢加得多的 債券 債券跌就好 資金流入 流入股市 總會有一萬個理由告訴你 沒事 好了 殺了下來了 3月那一刻 你看 做多一隻腳 然後上去穿 31,800 破頂還不追 騰訊的業績 沒得輸 沒得輸 我不知道前個星期有沒有跟大家說 在第二次分析的時間告訴你 騰訊的衍生工具 墜的街貨 已經倒閉了一邊 即是牛證 Korlund 資金的持倉量 同一月尾那一刻 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出了一隻牛證就沒有了街貨 全世界都說 騰訊出現業績會升 沒得跌 500元不用想 一定見 所以一抽上去那一刻 全世界都瘋了 這個感覺令我想起 2007年那一隻鍾石油 巴菲特12個多走完 升到17、18元 人們說巴菲特留的 沒有人的信徒都說去錯 價值投資不是說給你沽到最高 價值投資是說給你聽 那個位沽是合理的 因為價格已經不合理 12元沽也好 升到18元也好 12元沽也是沒有錯的 因為去那口貨不沽是上不了18元的 這些將來我教你 莊家做市 大戶怎樣去探人落搭 我教你這裡的時間你就不明白 老實說 有些行家真的連這個道理也不知道 巴菲特口貨不沽是上不了18元的 那時候就什麼回歸A股 A股已經暗盤上市 暗盤做到40多 諸如此類 你說他們就等A股上那一刻 全部人買齊了 中石油 等發達 那些全部178元 你看看今時今日 十年都沒有回到這個位 近一點都沒有 就是 個個拿著好像等發達 其實跟騰訊一模一樣 這幅圖還沒有到收市 收市行指跌到3030 今天跌了600多點 期指跌了800點 3022 今天跌了768點 期指跌到差不多800點 好了 押著這些低位收 一個不幸運 今晚美股再押下去 穿 那就很糟糕了 穿了29,800 一下去下面的位置就很糟糕了 即是29,100 關於 牛熊市的東西 以及我怎樣認為現在的市況 究竟是否還是牛市還是鑽熊市 我在第2節 特別是投資教室那裏 我印證之前教過大家的牛熊周期的指標 現在我搬回現實的環境給大家 應對 拍下去 你就會明白我怎麼看牛市 究竟是牛市還是熊市 現在外面還是覺得牛市 持續的人是佔大多數 熊市 沒有人敢說 所有說說熊市的人都被人攻擊 不止我 我已經攻擊慣了 已經沒有反應了 你來吧 繼續肥我 操言畏語 說我 我也是要這樣說的 真的沒有辦法 我也是這樣說的 因為 事實就是事實 這麽多年的經驗已經告訴我們 市是怎樣走的 我們看看這張sign 很快的給大家聽 第二季全球股市危機重重 我告訴你科技股爆了 雷斯特兩個星期前 創歷史新高 當時 3月的時間 市正好 那些納斯大利指數 抽上去爆了 創歷史新高 那一刻我也有看 但是又一次證明 爆頂創新高 那兩天 馬上蓋回頭 現在納斯跌的勢比杜紫 比杜紫差 這幾天 杜紫升得多 好像前晚那樣 杜紫升700 兩點幾個percent 納斯只是升1個percent 昨晚 杜紫跌1點幾percent 納斯跌2.95percent 差不多3個percent 就是說 科技股爆了 最大問題 如果股值高的股份 他是沒有防守力的 當周期逆轉 這個要講了 其實 陳德琳上個星期回應記者訪問 即是前個星期那篇稿之後 他講得很明白的 其中有兩句 他說現在面對著是周期逆轉 即是調轉 已經回頭 貨幣政策會緊 息口會上 通脹會來 經濟會逆轉 股市債市都會逆轉 這個已經告訴你 所以 當周期逆轉 資金正在抽 高估值的科技股 不再高估值了 而送他一程的就是Facebook的資料洩漏 因為劍橋研究 拿了 Facebook的大數據 這個涉及到用戶私隱 而觸發了 刪除Facebook戶口的 刪戶口潮 玩完了 Facebook 你看到股價跌了 昨晚不止Facebook跌了 累積了差不多 昨天拖到連Twitter都跌了12% 當然 你之前Facebook涉嫌 就把數據給了特朗普 那邊 來做分析 跟著競選 你想想 特朗普最喜歡用哪裏發表的個人意見 Twitter 昨天Twitter跌了12% Facebook玩完了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 其實新一代的那些年輕人 2000後那班已經不上Facebook了 因為Facebook是老人才玩的 這幾年很辛苦 很辛苦學會了怎樣用Facebook 已經被人勾了 第二 Facebook以後再想拿生意 賺廣告費 已經越來越難 你說現在這麼高估值的股票 是不是死得 牽一發動全身 還有 貿易戰那件事都會牽涉到科技領域的東西 包括手機電訊股 包括一些數據的平台 或者相關的股份 因為特朗普裏面更加著重監管 資訊方面的東西 好了 幾面合起來 科技股爆煲 中美貿易戰 表面說緩和 喂大佬 特朗普簽完那個備忘錄 說明這個list 15日後來 好了 你現在財長無音講一講大家談 那一向都可以談的 你是老闆炒過人 炒之前都跟他談一談 大家的東西很下台 對不對 老闆炒你 老闆炒你 你要跟他求 他都說 你想跟他談談 他都跟你談談 是不是代表沒事 當然不是 對不對 你前天就彈道指彈七八點 你香港以為沒問題就扯上去 即估你下來 第三 港元一定走資 陳德林已經說得很清楚 等七點八五 我們現在就放長身眼 吃花生 看著那個日子 一到那個時間 金管局做事 一扯 然後銀行就要有加息的壓力 一加就追回六次沒有加的加息 不是嚇你 所以我就說 樓市 你不要看到有些破頂價 一單半單做破頂就引你落搭了 其實基本上樓市就叮了 你說我說的 不信的就看了 內地加強監管 兩會後 執委執政 你看看郭樹清 做了 入中常委 跟著就人行副行長 但是他的地位在中央那裡高過逆降的 大家知道郭樹清做證監會主席的時候是怎樣的手段 一個劉鶴 一個郭樹清 加上有一個 已經知道過往 過度槓桿那個風險的逆降 接下來只會越來越緊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平保是不是沽到媽媽都不認得 A股跌4% 幾次都是的 A股跌得很狠 這個事情是很不尋常的 所以我告訴你 踏入4月份 特別是去到4月中 內地的政策 播一播出來 那些中資股 特別是中資金融股 內人內險 內房不能碰 汽車股不能碰 今天你看一下比亞迪 說明這個股是老千股 找引你落搭 說一些十年 都是說那些 不斷重複舊東西就炒上去 大行就用來散水 基本上沒有競爭力 沒有補貼就死定了 是不是 做了十幾年龍頭自己獨家發展電動車 今時今日都是不行的 怎麼值啊 對不對 通脹升溫 貿易戰升級 接下來的通脹就會很糟糕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第二季 我們面對著的危機 不是野小 現在的指數 股市的水平 還是高位 未正式落 當然了 待會我會逐步 用一些圖 第一節說不完是第二節 大家比較 我記得早幾集 我經常拿一幅十年圖 那時候 剛剛二月跌的時間 我給大家看二月份第一棍 月線圖的陰燭 將它和 十年前 07年高位時的圖形比較 待會我會再詳細 拿出來 放大它每一棍 二月那棍似了 做完頂之後第一棍跌 三月那棍 應該不會走雞 都是一樣 你想想 四月那棍 會多大 待會第二節再跟大家分析 我們還有時間看 美股的圖 下一幅圖 美股之前的三角形 突破了 向下破了 急插下去下面 未到23,200 反彈再壓 現在美股就在23,800 距離23,200 還有68點 如果你順著勢推推下去 市落的位置會停一停 停完反彈完再下 但反彈力度不會太多 應該算是壓了24,000以下 現在看23,100 改個位置 手不手 一穿了就22,000 沒有走雞 這是美股的圖 我們順便看港股 港股是比較獨立的 美股其實 早兩個星期已經開始下跌了 我們看下一幅圖 港股 港股在美股下跌的時間 我們那個紅色圓圈那裡 頭那一段就打橫走 美股一旦 加上平保業績 我們就抽一棍上去 開高 31,900多 接近32,000 在那裡單日轉向大成交 15,000億 第二天 都是開高 直插 又是15,000億 兩棍就修復了 整個裂口 升浪 那些 接著之後就一下子插下來了 很明顯 向上突破就是假突破 他都可以假突破了10天 才回頭修正 昨天後抽上去的三角形 上面 今天又倒下來了 即是告訴你 整個反彈案已經完成 以及這個雙頂頸線位 29,800 馬島 如果一穿 港股就形成雙頂下去 估計都會破了29,200 那個位 那 接下來會怎樣 不需要多說 我們第二次回來 繼續看幾隻重磅 那三隻全世界都閉上眼買的 就是騰訊 平保 港交所 這三隻 我就 一直等位 彈上去就逢高沽 我沒有教大家怎樣做沽空 但是起碼 攔住大家 不要買 阻礙別人派貨 所以這個人也挺麻煩的 這個人 我們休息一會 看下一節的時間 再跟大家說 還有說牛熊週期